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送港的两位新成员亮相都是2019年6月出生 次胜的名为可可 重大约100公斤 它是善于攀爬 性情温顺 温柔可爱 红性的就叫安安 重130多公斤 特点是头缘体长 它身体强壮 动作敏捷 聪明好动 一对大红猫将会在星期四抵抗 到时机场有欢迎仪式 之后送到海洋公园检疫 期望12月中可以和公众会面 10月先为一对大红猫重新命名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男生叫平平 有个安装 平平安装 男生叫家家 家庭外交 意义香港一家 他运行通 一些财运 让香港经济好一些 真是开复 安安可可都已经五岁 改了名字会不会不适应呢 某一些声音指令 而是很简单 也很重复 让些猴子很快就可以适应到 而做出相对应的动作 其实另外一个就是身体愈弦 所以如果海洋公园的治养员 和刀干院的治养员 所用的声音的命令 或者身体愈弦都是一致的话 其实他们叫它什么名字 都可以做到他们相对应的动作出来 海洋公园已经计划会为新成员大改造 赛马会撥捐超过1亿2100万 补助四川奇珍馆和大红猫之旅的升级工程 为了令稀释的地更加接近野生的环境 海洋公园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优化工程 包括添加攀爬架和植物等等 也都会进一步提升管内的设施 包括翻身地面增测雪石和喷雪机 提升监控系统等等 各家也都会推动大红猫 女法局启动大红猫专题网页 被市民和旅客紧贴最新动态 包括无人机表演等大型节目 加入大红猫元素 多区也都会有相关主题活动 创造商机 母先议事记者贼玉文部导 四川大红猫保护研究中心 今天会为一对大红猫举行欢送会 岸岸可可之后会搭专机来香港 叶子华在四川都刚演报导 直着嫁入香港大家庭的两只四川大红猫 安安和可可 原名叫林安安和田可 都是在中国大红猫保护研究中心 神树平基地出生 只是相差两日 安安是来自一个大家庭 一家八口 它有一个哥哥 两个姐姐和两个弟弟 外婆是已故女泰大红猫明星林慧 至于可可家庭成员只有四个 有一个哥哥和妹妹 妈妈叫汉环 岸岸和可可 现在都是在刀江演基地检疫 这里每年吸引不少旅客 有港人就说 刚好政府公布来港的大红猫 打算来见一面 但是找不到 都送上祝福 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健康康 生多几个宝宝 让我们看 由北京来客就说羡慕港人 我觉得我替香港人高兴 真的是 因为如果要过来的话 咱们还是要一段距离 在香港 在看我们的大熊猫国宝 可能是有着不一样的感觉吧 用熊猫的纽带 把我们两个人民 直接联系在一起 那就更好嘛 中国大红猫保护研究中心 在四川设立四大基地 而都公然基地自2014年建立以来 已经接待过百万人资的旅客 大熊猫带动当地经济 除了基地官方纪念品受欢迎 也都带往基地外的摊档 每只大熊猫公仔 由最小的十几元人民币 去到最大的二百几元人民币不等 他说由于产品受欢迎 厂家每年都推出新款认识 母线电视记者叶子华 在四川都光演报道 警方逮捕了一男一女中学生 涉嫌在最小十二宗猜猜我事谁骗案 负责上门收取骗款 涉款达到110万 警方在行动里面 检获怀疑是被捕人士 犯案的时候着的衣物 警方早前接获多名长者报案 说被人行骗 经调查之后 发现涉及十二宗在暑假发生的案件 受害人介乎69岁至91岁 他们收到骗徒随机打电话 讹称是他们的子女 声称被捕需要保释金 骗徒之后假扮子女的朋友 上满收取保释金 其中一个长者更加被人骗了20万 消息指其中一个80岁的老婆婆 上个月20号收到诈骗电话 要求缴交10万元的保释金 之后先按指示 交6万6千元给骗徒 但骗徒就要求更多钱 他回家拿金器 到尖沙咀一间金店 准备变卖的时候 店员觉得可疑 于是报警 部分受害人都知道 这些骗案的存在 但因为太担心亲人的安危 是一时情急之下受骗 集片集团利用受害人这种心态 而行骗的悲劣行为 值得受到社会的严厉谴责 警方经调查之后 抓了一个15岁的女学生 和一个16岁的男学生 他们分别为骗徒上满收取骗款 据了解两个人互不相识 分别在九龙湾的职业训练局青年学院 以及信德联谊总会拥有中学就导 都是在一些社交媒体 接触一些声称可以赚钱的群组 之后受到诈骗集团的操控 上满看受害人收钱 过程之中两名被捕人 每次分别收取港币500元至1000元的报酬 千万不要觉得参与这些犯案的角色轻微 只是收一下钱 其实收钱就正正是骗局中里面最重要的情节 警方提醒青少年 不要以为年少犯罪没有后果 批评是错误的观念 又说由于案情严重 警方会向法庭申请家议 警方正在追查集团主脑 和其他的骨幹证员 无线电视机者彭永熙报道 有团体近日收到外傭雇主求助 说收到财务公司的电话 要求为外傭还债 有立法会议员发现 涉事的借贷平台并不是在香港营运 建议锋芒 化名李太的他 外傭上个月放假回乡下 但是上机之后就失去联络 李太之后就收到自称财务公司的信息 说外傭向他们借了钱 还附有他家里环境的影片 要求李太代为还钱 有关注团体说 今年5月至8月 已经接获40宗求助 部分个案爱用到网上平台 填问卷拿礼物 但是就变成借贷 好像有着数 可能他就很单纯地入了去 提供了资料 他硬入了2000元 落他们外傭的户口 但是两个礼拜之后就说 你要还4800 那这都成140% 业界说相关平台 和爱用没有签署协议 利率也超过法定上限的 年息48% 他如果140% 那当然是不合法的经营 通常程序都会是他申请 然后收取了他的文件 做完assessment之后 大家同意 签了合同之后 才会将那筆款行 过入借款人的户口里面 有立法会议员也都收到求助 追查之后发现相关平台来自海外 建议警方跟进 警方就和法庭申请一个禁令 很快就全部封了 但是若然不尽快封网的话 就会变成这些违法的平台 就事无忌惮 不断接触我们的外用群组 警方回复说 今年1至7月 总共接获15宗违反放债人条例的个案 比去年同期上升五成 会透过领事馆和关注外用的非政府组织 进行宣传教育 提升外用警告性 无线电视机者黎维山报道 新加坡前交通部长易华人涉贪案开审 被告在庭上承认公职人员收受利益 和妨碍司法等五行控罪 案件押后到下星期四判刑 新加坡前交通部长易华人 星期二到最高法院认讯 案情说他任职交通部长期间 分别向马来西亚籍商人黄明星 和建筑公司老板林国成索取利益 包括英超赛事 一级方程式赛车门票 豪华酒店住宿 商务仓机票 和高尔夫球会值等 合共失款超过38万新加坡元 只合大约221万港元 易华人去年7月被捕 今年1月辞职 并退出执政人民行动党 在第一日聆讯 洪方将原本35项控罪减到5项 包括一项妨碍司法罪 和四项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罪 并不包括贪污罪 易华人在庭上认罪 其中妨碍司法罪最高判监7年 但是控方提出刑期定在比较轻的6到7个月监禁 并将减去的30条控罪 纳入量刑考虑 新加坡一向奉行高新养廉 很少传出贪腐丑闻 易华人是新加坡50年来 再有钱部长级官员贪腐案罪成 分析认为可能影响新加坡执政人民行动党 和政府的形象 或者不利明年大选选情 无线电视机者何智英报道 翻面新闻时间 评级机构穆迪说 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实质的减债举措 它的债务动态和AAA的评级不符 穆迪在一份报告里面警告 说下届政府必须应对财政赤字扩大的问题 因为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政策 将会影响未来预算赤字的规模 以及预期美国财政实力下降 或者对美国主权信用的状况 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今年财年 头11个月的赤字近19000亿美元 目的去年11月 对美国的评级展望下调度负面 美股三项主要指数反复向好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42158点升34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报5730点升11点 市场关注美国联储局官员 对利率前景的看法 美股三项主要指数都高开 其后纳指和标普500指数曾经转跌 道指继续创新高 Meta、微软和亚马逊跌大约1% 受惠内地推出刺激经济措施 反映中国概念股表现的 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升超过6% 指数升穿6300点关口 欧洲股市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23点 法国KAC指数升65点 德国DAC指数升149点 其他消息 港台前编导蔡玉玲的车牌查测案 去年终审上诉得席 法庭认为没有理由将真诚新闻调查排除在外 记协不满运输署之后 未有将这个用途定为自动获批 向高院申请司法覆核 法庭三个月内公布裁决 申请在高等法院处理 记协一方说 经过终审法院的判决 运输署年初修改做法 会先详细问及新闻调查的用途和价值 申请者需要多番回复处方的查询 和作出声明 有别其余三类申请查测 可以自动获批 整个申请过程缓慢 到现在未有记者成功查测 认为这个做法的限制过多 违反新闻和言论自由 又强调 现在已经有法例 规管起底的罪行 不见得新闻调查 较其余三类的申请 比较容易侵犯私隐 混水传一方就说 宪法院的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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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强调不应该 针着宫院判词的个别字眼 整体来说 仍然是重视保障私隐 认为妓协一方 误解判词的内容 法官高浩文说 三个月内会公布裁决 《无线电视》记者 陈坚言报道 四个前港大学生会 评议会成员 早前上诉获减刑 其中一个人 入品以狱中行为良好为理由 要求即时释放 承教署以国安考虑 拒绝他的要求 法庭亦都撤销 他的人身保护令申请 铜锣湾刺警案 而空能见费 四个人承认 煽惑蓄意伤人罪 判囚两年 四个人就刑期上诉得席 今个月中改判15个月 张敬生入品申请人身保护令 说在狱中行为良好 应该获三分一感应 即是可以即时获释 承教署代表向法庭 承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 说考虑了张敬生 在囚期间的实际情况 和国安委获得的相关资讯 华教院案件性质 认为张敬生所犯的罪行 涉及国家安全 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若果获得减刑 不利于国家安全 询教署处署也都参考了评审报告 说张敬生的言行 显示他并没有足够反省自己犯罪行为 仍然对施行者的暴力行为 表示理解和同情 也都没有正视所犯罪行的严重性 他的言行令人很难相信 他有真诚悔过 加上考虑国安署和国安委的意见 署长不信 认识张敬生获得减刑 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 按监狱规则不会给他减刑 法官来远机接纳 请要署长依例作出决定 认为张敬生不获减刑 和继续服刑属于合法基留 而且国安委所作的决定 不受司法复合挑战 驳回他人身保护令的申请 并且要支付重费 他了解张敬生败诉之后 要继续服刑去到11月 行政长官李嘉超也都介入案件 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发出证明书 他说不评论正是聆讯的个案 强调国安案件要从严处理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 国际方面 以色列军方连续两日空袭 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背脑特使交也都有民居被击中 黎巴嫩说 以军的空袭至今造成超过550人死亡 过千人受伤 真主党也都说 向以军多个目标发动攻击 以军星期二向黎巴嫩南部多个真主党目标 包括军事建筑物和收藏武器的地方 发动新一轮空袭 在贝卡谷地 不少建筑被移为平地 之前一天 以军大规模空站新主党过千个目标 南部数以千计黎巴嫩人大逃亡 前往贝老德 获安排暂时入住游客校改建的避难所 贝老德南部市交易都由民居租到移军通习 据报以色列的目标是真主党一个指挥官 真主党说以色列向黎巴嫩东部投放印有条马的传单 说非常危险 因为一旦用手机掃描可以提取手机上所有信息 真主党又说向以色列北部 包括移军基地发动攻击 当中使用了新型火箭炮 有城镇遇袭着火 消防员到场扩救 由于以色列遭到攻击的可能性极高 当局星期一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直到今个月30号 乙军总参谋长哈来维重申 军方会加快攻击行动 乙军发言人早前说不排除向黎巴嫩发动地面进攻 确保北部边境安全 面对局势急剧恶化 美国国防部说正向中东增派小量部队 没有透露部队人数和任务 俄罗斯就说以军攻击黎巴嫩的行动 会令铲油的中东地区局势不稳 无线烈知记者梁永山报道 大家好,我是夏智欣 内地多部委联手推出政策组合权 多方委刺激经济 包括降准,调低传量房贷利率 还有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 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证监会举行联合法部会 公布多项重磅政策 进一步支持经济,稳增长 人民银行将会调低 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将会多 大约一万亿元人民币 用作放贷或者投资 人民银行行长攀工胜华 年底之前仍然有降准放水的空间 这个过程的情况 有可能进一步再下调 0.25%到0.5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同时将七天液回购操作利率 下调0.2个百分点 以降低银行的资金成本 连同其他一系列新经济政策 潘工胜相信 有助支持经济和提振信心 从宏观层面来说 经济回稳向好的态势将进一步巩固和增强 那么我们这次人民银行出台的一个 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 它将会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 促进最面消费和提振市场信息 有分析认为 我们需要更多的措施配合 才可以发挥政策效力 例如我们真的快点消费券才行 地方政府自己可以尽量 看看有没有一些专项债可以改动 支持一下房市买 全量的房屋来到 房价才会上升 近来很多外资 尤其是都调低了中国的经济 经济增长预测 例如今年是不保五 去不到那里 其实大家对明年的经济预测 会更加悲观 另外人民银行第一次设立货币政策工具 支持股票市场发展 创設股票回购增持债贷款 第一期3000亿元人民币 将会引到银行 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 支持回购和增持股份 无线电视记者6片报道 央行同时下调全量房贷利率 并统一房贷最低首期比例到一成半 有内地民众说有助带动消费 也都增加了入市的意欲 为了降低居民公楼负担 公司的单位自住 30年按揭月供一万元 他认为新措施实行之后 每个月可以省下不少的钱 会有帮助的 毕竟都是实打实的钱 会打动消费的 至于你说还有什么用 到时再去看 至少每个月洗费会多了 可以松动了 除了工楼压力减轻 也都降低了入市门栏 央行宣布 同一首置和第二套物业的 按揭最低首期比例 第二套物业按揭首期最低比例 由两成半下调至一成半 梁先生说增加了入市意欲 一几年的时候 我们在国内置业要给五成 后来后来会有些银行 会去到三成 接着一直是没有松过榜 现在还可以享受到 那个成半的首富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在湾区事业会是更加好的吸引力 游学者认为 今次为民措施 可以实际为市民省钱 如果按照一百万的贷款本金 三十年的等额本息去赚 每个月可以少还 大概三百块钱 积少成多 所以说实际上 反过来讲 有点相当于政府给大家发钱了 其实 节约下来的钱是实事占占的 而且因为这个政策涉及到所有房贷的人 对于有民众担心 银行会降低定期存款利息 以对冲收入减少 学者认为 政策长远有助提升贷款质素 整体对银行影响可控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道 新一期居屋下星期四起接受申请 房委会将会在第四季搞住 明年第二季开始选楼 新一期居屋主要有五个项目 分别在启德、油堂、观堂、东涌和屯门 一共提供7132个单位 单位面积介乎大约186到大约510平方尺 以市价的七折发售 介乎143万到467万 其中有2900个单位 预留给家有初生和家有长者的 合资格申请者搅珠同优先选楼 10月3日早8点起 去到10月23日晚上7点 可以经网上、亲身或者邮寄指板申请 房委会又提醒 申请者在递交申请截止前24个月起计 直至到购买单位 不可以在香港拥有住宅物业 上期审核出超过1100个申请者 在香港拥有住宅物业 遭到取消申请 以及按个别情况检控 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 星期四展开 多个政府官员失先打针 亦都呼吁市民同时接种新冠疫苗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贸联 与医管局主席范洪宁 卫生处处长林文健等 到西湾可普通科门诊诊所打针 左手先打流感针 再在右手接种新冠疫苗 新的季节流感疫苗接种计划 星期四展开 劳宠贸呼吁市民 特别是长者 儿童和长期病患人士接种 说十月是最好时机 虽然中国人拜年有一句话 就是有心不怕迟 十月都是拜年时 但是对于流感疫苗 我们就应该说 有心最怕迟 十月才是最合时 十月其实就是最理想的了 因为会给你在未来的一年之内 整整的一年之内 包括我们冬季的流感季节 以至夏季的流感季节 都可以得到一个保护 他又表示 同时接种新冠疫苗是安全有效 初次接种新冠疫苗人士 以及高风险优先组别人士 仍然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包括50岁以上 或住在院舍的长者 孕婦 及有长期病患成殿人等 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道 本港今个月以来 录得十二宗登革热输入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说 病人潜伏期内 分别曾经到过广东省 印度、尼泊基、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部分亚洲地方 今年录得的登革热个案显著增加 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今年截至九月分别录得近一万二千宗 和超过九万八千宗个案 而广东省今个月截至十五号 已经录得超过一千四百宗 当中佛山、广州和中山录得比较多个案 中心提醒 国卿加其章志 市民外游的时候 应该采取适当的防问措施 入境处预计 今个星期六起到十月七号 即是内地黄金周假期期间 有大约一千万人次出入境 入境处处长郭晋锋 到高铁西九龙站了解部门准备情况 厨房和深圳边检总站等部门协商之后 预料黄金周期间 会有大约百百五十四万人次 经各陆路口岸进出本港 高峰期是十月一号 将会有大约五十二万三千人次出境 入境更加多达六十三万二千人次 入境处估计最繁忙的口岸分别是 罗湖、洛马州支线和深圳湾 每日平均有十一万八千 到二十万八千人次出入境 为了应对高铁西九龙站 不断增加的客量 入境大堂增加十九条伊道 比起现在多近一倍 厨房也都已经减少前线人员休假 也都会加开柜台和通道 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开通六年 西九龙边检站 累计有六千二百多万人次出入境 其中今年的外籍旅客数目 比去年多一倍 现在由高铁西九龙站 可以直达全国七十九个站点 每日行驶二百零四班次跨境列车 随着近期分别开通前往上海 和北京的高铁洞外列车 以及实施广深港高铁零活行 成功大动高铁载客量 高铁西九龙站开通六年以来 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 累计有六千二百八十万人次出入境 单日客流量最高达到十二万一千人次 进站到这里到检票口 大概就十分钟左右 很快就出入境了 就一路都有指标干嘛的就很方便 而今年透过西九龙站口岸 出入境的外籍旅客达到七十万人次 按年升超过一倍 其中近十万人是以免签入境 发展局说有多个因素令本港的建造成本高昂 检讨在采购模式和审批流程等控制成本 过往有不少工程被质疑造价过高 发展局组前委托顾问公司研究建造成本高昂的原因 初步研究得出四大因素 其中工人成本占整体工程成本大约三至四成 而本地工资比新加坡高出大约七成 更加比上海深圳等等高大约三倍 不过参考本港物价和生活水平等等 认为属于合理的水平 而工人平均年龄低于47岁 四成半熟年和熟年的工人更加在55岁或以上 老龄化的问题直接影响工人生产力 导致工程需要比较长的建造期 在立法会委员会上有议员就关注 当局如何吸引年轻人入行 其实业界做了很多东西 譬如入学校去做推销 电视很多的特辑广告 甚至日历找一些我们大脑的工友做日历 都出来了其实做得不错 我都觉得 但是实在现在那个现况 年轻人入行的意愿实在是不大 所以我也想看看 其实政府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新游 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他们对一些新的科技是有兴趣的 我们要多一些场外的环境 多一些不是靠努力去做的生产的工作 才可以吸引到我们的年轻人 局方又说 本港原用国际标准 个别的标准导致工程需要更多材料和工序 而永长审批流程和现行的采购模式都推高了成本 实际上是否有些可能石仔、钢筋等等 都可以中央去采购、储存 另外未来可能很多的探讨工程等等 都是这些服务其实都可以中央采购 所以第一就是中央采购的模式 是否可以尽快建立 第二期的简约公屋 我们已经将那个组装合成的单元 是分开了一个叫做采购的合约去做了 量够大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那个材料的价钱可以有10%或者以上的一些折散 当然如果我们政府去做的话 我们的量可能会比它更加多一点都不顶 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钱呢 这个我们会去探讨的 例如我们去看一些儿童的公园的时候 有些地战 香港也有些地战 香港的要求去到110mm 但内地的要求只是去到10-20mm 即是说香港那个标准是差不多大10倍 大10倍的话 即是说那个工程费用就是大10倍 我们有一些标准呢 因为都是第一 我们是沿用于英国一路带过来 再加上我们本地很多情况 也都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加上去 我们都会研究是否应该有个数据库呢 就着这些物料我们用过的话 是否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给其他的一些项目可以去引用呢 局方预计今年内会推出具体的措施 讨论怎样控制建造成本 无线电视记者现在欣贴到 香港迪士尼今天起加价 成人和小童一日门票加价5-7 当中第一级别成人门票价格 由原本的639元加到669元 小童门票就由475元加到499元 第四级别成人票价就由原本的879元 增加到939元 而小童票价就由659元加到705元 至于奇妙处处通会员卡的价格 加幅介乎3-13 当中成人银卡加价100元到1568元 小童银卡就加到1178元 迪士尼说黑人在11月28日或之前 仍然可以用旧价购买一日的门票 迪士尼会继续向年满60岁的香港居民 提供以100元优惠价购买一日门票 为了庆祝国庆75周年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特别展览 展出多件有5000年历史的文物 这件新区收场 有长蜜和长蜜的玉笼 来自鸿山文化中晚期 距今大约6000年 是中国最早具有龙形象的宝物之一 这个用陶瓷制成的花叶纹环底罐 除了有花纹 亦都有裂纹 是由矿石提取原料 在图胚上面绘画了栋植物和几何纹 这个土古古身有几个阴红 外表以贴素和省纹装饰 呈现了麗岳制度的初营 展览名为中华文明溯源 展出近110件出土文物 来自全国14间博物馆和考古机构 涵盖9个考古文化 和9个主要考古位置 大部分展品是第一次在本港展出 当中16件为国家一级文物 展览分为三个单元 分别为印浴、赞放和传承 展览亦都撤战这个沉浸式体验区 透过270度的全景银幕 将陕西石某为止重现 被入场人士可以仿余置身在现场 以及进行探索 管方希望透过展览 带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 展览而言 我希望是可以用一个深入浅出的方法 将考古一些资料研究整个大腿公众 因为很多朋友去看那些考古展览 都觉得不明白 因为我们博物馆来说 都有很多外国观众 例如我们博物馆参观 我都想让外国观众都了解到 我们中华文明原来是 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可以说是一个念念不断的 特别是了解到原来我们的文明 是有五千年的文化 展览星期三开始 至到春年2月7号 证人换票100元 60岁或者以上人士 全日制学生榜半价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导 有参与探阅工程上俄6号任务的专家披露 有望年底正式开放申请研究样本 按惯例会先给中国科学家申请 上俄6号将人类历史上 第一批月球背面样本 带回地球近三个月 国家航天局早前表明 欢迎各国科研人士 按照流程提出申请 而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一接见常俄6号任务代表的时候 也都特别提到 中国要推进航天国际交流合作 参与项目的专家就披露 即将开放科学界申请研究相关样本 追翻年底分发给中国的科学家 常俄6号任务里面 由表面产取的样本 已经完成初步分析 至于转探取得的样本 仍然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进行解封和封葬 专家说相比起常俄5号 今次拿到的样本 岩泄比较多 可能和彩阴位置 在撞击坑边缘有关 为了保护这些极具科研价值的样本 他们目前全部存放在国家天文台里面 一个特别设计 外层是钢板结构的专用房间里面 保持温度、湿度稳定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